嗨 欢迎来到上海 请不吝点赞 欢迎订阅 请不吝点赞 欢迎订阅 Let's go 順利到达上海 我对房间还比较满意吧 我今天入关中国的时候 其实体感没有那么好 在过海关的时候 就是一个脸色铁青的大叔 就这样 很凶的盯着几个外国人 在中国就过海关已经是无声报通道了 但是每个人却还是要把箱子过那个机器 那个大叔其实是好意 他是想让那几个外国女生就直接走不用过了 结果那几个女生就没有听懂她说什么 她就跟那几个外国女生就说 够够够 然后我当时就看那几个人很难过的样子 其实我觉得在英语里面 只要人家够够够 特别是对几个女生来说 我觉得是非常不尊重人的 我觉得如果既然你开放给大家来玩的话 应该给人家留下一个好印象 当然也改变不了什么 只是浅浅的发表一下我的感受 哇塞十一点半了 终于可以去吃我想要吃的蟹黄面了 今天天气也太好了吧 上海有那么多家蟹黄面 我不知道哪一家最好吃 所以我就选到了酒店最近的那一家 我觉得生意非常的好 必须要跟别人拼桌才有位置 那个蟹黄的量也是真的是不舒服 我觉得一个人吃绰绰有余 你要先吃它的原味 然后再加一点醋 加点醋更好吃 面可以免费续 我现在想要续一点面 拌点辣椒 周边的男的没有一个人续面 就我一个女的那边续了那么大一碗面 然后最后的续的面呢 都是有加辣椒的 辣椒酱 辣椒酱很辣的少加一点 我觉得这家可以大家可以冲 我来上海的目的就是为了吃这碗蟹黄面 那现在呢我休息会就准备骑车去外滩 大概有30多分钟 Lets go 今天太阳也太大了吧 又是被晒伤的一天 我在那边等车的时候 就我旁边那位大哥 因为绿灯了嘛 我准备走的 然后那边应该是有个开车的人闯烘灯 然后那个大哥很大声跟我说 小心小心 谢谢大哥的救命之恩 现在这里把车还了 然后我要去后面 坐渡轮 在这里扫码可以开通一个公共交通的二维码 原来学人是在上面 可以站到外面 棒棒 啊 这么快到了 我还没做够呢 剩两块钱的票价还是满足的 但一定要到楼上 哇 OK下船了 看还要走多远样的 再少一辆子行车 还要找600多米 那我再少一辆车好了 OK 就它了 OK 我又准备骑进车了 骑600多米 所以就到了外滩 这个体验真棒 这个体验真棒 不可以骑进车 可以等一下 要过街时间 对面不可以骑进车 那对面可以骑吗 对面有个路口 OK OK 我要把车停在这里 欢迎来到外滩 我们都不再是从前 线黄 完全不会色谱 今天打一次的线黄面 我要全部消化 我来到了苏州河的另一边 哇 这边人少了很多 这边很好拍照 原来这个地方叫北外滩 绕着整个的外滩逛一圈 如果走到苏州河的另一边的话 基本上是可以拍到完全没有人的打卡照 我建议大家就到断练身体吧 绕一整圈跟我一样 我现在呢 是计划是到东方明珠塔上面 我不知道现在临时去能不能买得到票 我又骑车来坐船啦 我又骑车来坐船啦 我根本没看了 我现在就不要 我去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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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在塔下面就可以买票 199可以上两个球 OK咱们要登塔啰 不知道会不会很恐高 又要过一条安静 这就是排队的入口啦 人好多 而且如果上最上面那个餐单的话 好多人排队 然后去的感觉 我已经是我 剪达了 就能看完 但是一位 这位三个字 我肯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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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我肯定是 这里是七十年后的房子 我请鸡皮疙瘩 认识交通网络 有点感动怎么回事 等到我回到酒店的时候 吃饭的饭点已经过了 很多的餐厅都关门了 后来我就想 我在中国 中国是一个外卖这么发达的国家 为什么不回到酒店里舒舒服服的点个外卖呢 因为我太饿了 所以我现在点了三份外卖 三份外卖都到了 我点了一个炒青菜 一个水煮鱼 我没有给我米饭 我没有点米饭 没有米饭就这样吃 就这样减肥了 如果你对我这次分享的 关于在上海的所有的信息 觉得还不错的话 记得帮我点赞 订阅我的频道好吗 那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